歡迎各位全面進場 11月8日 星期五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一下最新的國際局勢 話說特朗普當選第47任的美國總統 俄羅斯總統普京終於祝賀特朗普 贏得美國總統大選 並且讚揚特朗普在面對槍手暗殺的時候 表現出勇氣 普京還表示準備與特朗普進行對話 而《華爾加日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特朗普團隊內部已經提出了一個初步的烏克蘭和平方案 方案的核心內容是 烏克蘭需要承諾至少20年內不加入北約組織 作為交援 美國將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大量武器 以抵抗俄羅斯的進攻 首先要呼籲告益友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先兩天因為有些事 做不到節目 非常抱歉 我知道有些益友等了很久 很想我快點說這個題目 甚至有些益友還留言說 快點出片吧 什麼時候才有片呢 所以我們今天的第一節早點上 實際上我也是非常之心急的 因為一提到特朗普當選這個議題 我就相信很多的 我們的益友都感到熱血沸騰 感到可喜可賀 除了有些左膠如喪巧比 那些不要理他 好像哭了一會一會 那些是抵抗他死的 根本上都看不清楚形勢 另外有些就買兩邊 哪個贏呢 那些都說自己中 那些也不要理他 其實有些人根本上不喜歡特朗普 但是外於形勢又要扮撐 不要理了 我們一向都說特朗普才行 他都說特朗普當選的消息一出 那些小叻的,不要说了,塔利班那些都已经走出来沙嵩了 又说要怎样跟美国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这个篇章有点像行政长官所说 他也是不知道什么篇章 什么打开新篇章 总之现在塔利班也是这样说 不知道是篇章三索还是篇章七索 哈哈哈哈 反正一定吃不出 因为特朗普是不按章法出牌的人 怎会让你这些牛鬼蛇神 骑得到才行 特朗普怎样一当选 就马上震惑到那些独裁者 我们看看普京的反应是怎样 所以我们早就说 特朗普一上场 自不然就会震惑到那些烂坦 也不需要过度担心 特朗普怎样会卖台卖污 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特朗普 完全不了解什么叫民主选举 在一个选举中 你怎样能够告诉那些选民 我当选以后继续大规模 几百亿几百亿美元 来支援另外一个国家 甚至乎派出你 才会上前线打仗 这些完全不能说出口的东西 就算你要做 更何况特朗普会有自己的方法 来捍卫和平 阻止无谓的战争发生 阻止无谓的牺牲出现 那些人根本上 常常都不相信 他在上场卖污卖台 卖了什么呢 卖了多少钱呢 实情作为一个商人 好像他那样 都已经是一个富商 有一个自己的集团 又上市 又拥有那么多资产的人 他犯不着就在政界那里做的 他本身也荣拿富贵 但是他就是有一个 要令到美国重新强大起来的决心 有一个这样的愿景 头四年其实他就在实践当中 后来拜登做了责量 现在他又再回窩了 重新入主白宫了 我相信这四年就好看了 好戏在后头 就不需要这么多质疑 这样质疑那样 看一先吧 整天都质疑 担心他卖台卖污 卖什么卖一般见识 好了 我们先看看普京 究竟是怎样说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 祝贺特朗普 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并且赞扬特朗普 在面对着枪手暗杀的时候 都是表现出勇气的 这个死人东西终于祝贺了 很多国家已经先后祝贺了 现在轮到普京 他也不敢不祝贺 而且隔了一个多月才说 赞扬特朗普面对暗杀展现出勇气 即是人家真的上场 他要沙啪 说几句 普京还说 准备好和特朗普进行对话 那普京是在何时发表祝贺的呢? 就是特朗普发表了胜选之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之后 普京昨天在黑海度假圣地索蟀祝贺 普京还说 特朗普7月14日 在宾州巴特勒 一场竞选集会当中 遭遇暗杀的时候 表现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特朗普非常得体勇敢 我要借此机会祝贺特朗普当选 普京马上跪下 普京还说 特朗普在激烈的总统竞选中 遭到各方围攻 关于特朗普要恢复和俄罗斯的关系 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意愿 至少在我普京看来 这是值得关注的 记者问他 如果特朗普打电话来要求和你普京会面 你会怎样回应? 普京说 如果特朗普政府是有意愿 他随时准备好恢复联系 并且愿意和特朗普进行讨论 故此 是有计划的 希望尽快达至和平 而这个和平是尽量公平公道公义的 好了 究竟 现在特朗普上场 他说 24个小时内 就可以达至和平 当然 这可能有多少夸张的手法 是否一个羞耻的技巧 但是究竟他怎样能够结束这一场战争呢? 我相信在他上台之前 都会开始有些计划出台 没有理由 去到上任那一刻才去做的 究竟他怎样来对应这个承诺呢? 根据《华尔加日报》的报道所说 特朗普曾经承诺 上任第一天就要结束乌克兰战争 现在特朗普需要在顾问们所提出的方案当中 做出的选择 虽然顾问的意见是不一样 但是也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跟目前拜登的做法是决裂的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说 不能够告诉你 的和平计划是什么? 如果说了给你 的话 那就不能够使用了 现在最新的情形是如何? 就是不同的派系在展开竞争 试图影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前国务卿蓬佩奥这类更加传统的盟友 推动着要达成一项协议 不要被普京看起来 好像是取得了重大胜利 目前蓬佩奥被传是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 至于其他顾问 比如说是国家安全顾问的热门候选人 格雷奈尔 可能会优先考虑 叫特朗普尽快结束战争 这意味着 可能迫使乌克兰作出更大的让步 这些提议都和拜登 让乌克兰决定何时和谈的做法 背道而辞 顾问门一指都建议冻结目前的战线 所以有机会就地停火 但这个就地停火 并不意味着 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 这是两回事 如果说割地 即是在和谈中 要签一个条约 就是说乌克兰将这些 已经被俄军占领土地的主权转让 这就是割地 如果说就地停火 就不同 即是说 西方国家仍然承认 乌东四州和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 是属于乌克兰 只不过暂时被俄罗斯占据住 但是为了达致和平的进程 就做了多少妥协 问题是有些人说不行 但通常说不行的人不是住在美国 目前就是美国主流的民意 都是支持特朗普 这个没办法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觉得 已经是对乌克兰支援了太多的军备 花了太多的钱 其他国家是怎样呢 是不是都需要相应地支援乌克兰 就不能由美国自己来独力支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如果你说一旦停火 就为了喪权欲国 那已经是喪权欲国了十年 2014年 俄罗斯已经占据住克里米亚半岛 那时候没有什么人有声 当然 因为现在 普京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 又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现在被占据的地方 有很多是属于俄语区 有很多属于俄罗斯族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来说 最终是怎样去做 就是交由特朗普 看看他选择哪个方案 但是 我觉得 不需要 因为现在 就是要和谈 所以 被占据了 就是喪权欲国 你喪权欲国了十年 之前没有人出声 没有人提 那时候 特朗普还没做总统 还在奥巴马去做 那时候他不要援污 他有没有援污 那时候 所以 不可以这样看 这件事 要是要达至和平 要是要打爆普京 打不爆的时候 你也要想办法 因为 就算乌克兰内部 都非常厌战 你在哪里再找兵源 普京又找了朝鲜那班傻佬去 收银茄去做炮灰 西方现在只是援助你乌克兰 他那些只是出武器 但始终你埋身欲搏的时候 你要找人 你哪里找人 就是找回乌克兰自己人 所以现在未曾上战场 那些青年 其实是很反战的 因为下一个就可能轮到他了 另外 关于加入包约组织的情况 报导说 按照着特朗普过渡团队内部 就是一种想法 就是乌克兰要承诺 至少二十年之内 是北加入北约组织 三个接近特朗普的人士 详细介绍了这一项之前 都未曾被报导过的计划 作为一个交换 就是美国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 以阻止俄罗斯未来的攻击 即是武器就继续给你 停火之后继续给你 但是你二十年之内 不要加入北约了 根据这个计划 目前的战线将会被基本锁定 双方要同意建立一个800英里的非军时区 目前未清楚将要负责非军时区的治安是哪一个 但据特朗普顾问提到 维和部队是不会涉及美国的军队 也不会来自联合国等美国资助的国际机构 美国可以提供培训和其他支持 但枪要握在欧洲人的手里 美国不会再派出自己的士兵 去维护乌克兰的和平 美国也不会再为此而拿钱 就让波兰人、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去做 我相信他所说的 最终也是会有妥协的 美国是否不派钱去呢 老实说 如果你要继续提供武器 就等同于付钱 武器也是钱 所以他是不是到最后一元美金都不再援污 我不相信这件事会发生 但是 这个重担不应该由美国自己独力来支撑 我是同意的 因为你到最后捍卫乌克兰的人 说乌克兰沦陷 欧洲都玩完了 到美国都会受到影响 喂 很简单一件事 如果说乌克兰沦陷 欧洲受到影响 那你欧洲做了什么 这件事就是当日 特朗普和欧洲最大的一个 矛盾之处就是 你什么时候来都增加军费 没有理由美国都做了 其实特朗普的想法 他也是在回应广大选民的意愿 因为很多人在美国立税 美国都是属于高税 他一直在付很重的税 一般中产家庭一年 给几万美金的税 是很等限的事 问题就是为那些钱 去哪里 如果那些选民 整天觉得 那些钱都不知道去哪些地方 尤其是乌克兰 他不是作为一个 美国的传统盟友 在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以前 其实乌克兰向来 都是亲俄亲中 多过亲美 现在出事了 就要向美国求援 就好像天经地义 但美国也不是说不援助你 其他国家是否相应要增加一些份额 令到美国的民众 听起上来的电影会顺一点 这个感觉上很重要 等同于香港一样 如果告诉你 2元的乘车便会移动 然后上边的地震 头云申庆 又百多亿捐上去 怕你也会有声出 就是一样的道理 钱就只有这么多 你花了去那里 其实在本地里会少了 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还污 比如说不要说香港 比如说欧洲的国家 英国 法国 德国 他都不说是挺高彩烈 每个人都 当然 如果你出这么少钱 多数美国都出光 当然是要庞出 现在你说 叫那些国家可以自己出光 或者不太多 美国出一半 其他你们分 美国现在是超过一半 出的那些钱 好了 其他你们分 我想很多國家現在馬上縮一塊 所以是浪費氣 這個大家共同承擔的責任,就算要緩 好了,我們看看那個報道怎麼說 至於不加入北約組織這件事,我認為是摸一口非的 只不過現在就是特朗普的顧問好像做了一個醜人 你猜只有美國不想他加入北約組織嗎? 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沒有一個表態可以給他馬上加入 至少要在這場戰爭結束以後再去考慮 有沒有一個斬釘截鐵說歡迎你,是沒有的 始終北約組織就是為那些堅定的盟友才加入 看看你將來是否堅定 這些是要經過時間的考驗 加入北約組織,不如加入俄羅斯,武將打吧 這些是要時間的 不是你想進就進 好了,至於非軍事區 將來如果有一些歐洲國家 在中間放進去 普京將來如果要再進入烏克蘭的時候 他也要想清楚 是不是要引爆這個世界大戰 因為如果你說要找波蘭,德國,法國那些兵去駐守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不需要有加入北約組織的事實發生了 因為 你這麼多兵在中間的非軍事區駐守的時候 只要俄羅斯軍佬一越境 就等同於跟這幾個國家開戰 就等同於是進入了 所以 但是這個防務呢 一來現在就說美國不負責 二來就是不派人去 因為 特朗普是一個非常之愛 軍人的一個 總統來的 他不想任何一個美國的大兵 在一些很偏遠的地方 做無謂的犧牲 這個以往是他自己說的 所以為什麼他這麼有軍人的支持 大家看看那些 所謂的出口調查 究竟 哪些人會有投到特朗普呢 其實很多是 軍中的人投他的 份額是很高的 就是少數的軍人才投克里斯 因為大家知道 哪一個才是 愛惜的軍人 現在我們還有幾分鐘 說回選舉的情況 有一件事是必須要指出來的 就是 這一屆民主黨者去操弄 這個身份政治 是完全失敗的 以往那麼多屆 其實都是有一些很無厘頭的議題 就是通過那些主流媒體 來做勢 來搞一些議題 就變成大家要關心的 其中一個 說了很多屆的就是墮胎 其實從我小時候都覺得 很無厘頭的議題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選民來關注 關於墮胎權 其實今次的出口民調 就是講得很清楚 有多少人真正關注這些議題 投哈里斯那些就有兩成的選民是關注的 投特朗普那些就不夠百分之五 加起來其實根本上這些是操控議題 等於以前2000年的時候 那一屆 講來講去有三大議題 一個就是同性婚姻 一個就是墮胎 一個就是幹細胞的研究 這些完全是不著邊際的東西 今屆就很簡單 選民反撲歸真 現在告訴你最重要的議題是什麼呢 就是經濟 有一半以上的特朗普選民都是說 這個經濟的議題是很重要的 投哈里斯那些 只有百分之十五的 所以現在的選民告訴你 生活成本 是很重要的 一路通脹 錢貌似穩多了 但是稅又高 物價也是上升 錢是不見得花的 這是全球關於的議題 就是生活成本上漲 令到大家吃不消 這個才是真正最貼身的議題 其他的九不答八 至於有兩成的特朗普選民 就關注到這個移民的議題 這是很關鍵的 所以為什麼有那麼多 非裔的選民 或者拉丁裔的選民會投特朗普 因為那些非法移民是剝奪 就業的機會 做一些黑市勞工過來 令到他們的收入受損 因為扯低了工資 所以這些是否貼身的議題 至於關於這個外交政策 兩邊的選民都是低過百分之五的 沒有什麼不關注的 你怎樣對話對什麼對什麼 這很坦白說 你叫一個住在 比如說 美國郊區的農民 你叫他搞那麼多事 他就 搞不清楚 他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 那個經濟 至於有差不多六成的 哈里斯選民說 要民主 捍衛民主 這些是搞不得八的 一會兒又說民主告急 民主是不會告急的 大哥 在這麽完善的制度下 只有10%的特朗普選民 就是因為要民主而出 最重要的是經濟 就是五成 民主怎會告急呢 民主黨就告急了 就是離譜的 民主黨本身就是不民主 在這次選舉中說 充分地反映了出來 所以被選民唾棄是正常的 怎麼投得下手呢 大哥 你看哈里斯的選票 比上一屆 少了二千多萬票 特朗普無論是選舉人票 還是普選票也贏你哈里斯 哈里斯在那裡選什麼東西 你本來就是在這個過程裏 你就是用一些不責的手段 來得到這個候選人的位置 普京 拜登 好好醜醜 他也是經過黨內的初選 是經過民主程序來產生的一個候選人 我不同意拜登也好 故此應該就是由他來選 然後你又說 他的表現差有些癡呆 然後你又換馬 硬就換了哈里斯上去 你有通過黨內民主的程序來去做嗎 你有通過黨內初選的程序來去做嗎 你硬來而已 根本上就是發動了一場黨內的政變 由元老夾手夾腳逼走拜登又由你哈里斯上場 這些叫民主嗎 所以投哈里斯那些很多都是盲毛 首先不要投哈里斯 他只是經過不民主的程序來出現的一個候選人 你怎麼捍衛民主呢 最擅長的是特朗普是法西斯呀 有些是民粹呀 有些是孤立主義呀 垃圾這些全部都是 你看他上場之後是不是這樣 現在你看見他今屆的選舉 整個競選的 工程 和他四年前已經很大的出入了 現在好像一個 很親民的形象出來了 又去賓州的麥當勞那裏炸薯條呀 拜登說他那些支持垃圾 他簡直是在垃圾車上做宣傳的 你看見他已經有很大的區別 不是和四年前只是罵罵罵罵罵罵你 因為有些人罵也罵不醒的 原來是 現在一搞這些東西 碰了 所以說捍衛民主 民主告急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垃圾 左膠現在在這裏 哇 在網上哭哭哭的 又說接下來這四年黑暗 我一點都不覺得黑暗 現在反而就是 黎明之前的黑暗就是最黑暗 即將我們看到光的出現 看到希望 這四年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